大家好,欢迎来到瑞士平,我是Jennifer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阿凯迪阿的市议员郑博人律师 跟大家再讲一下豁免的一些法律规定 那豁免呢,在加州这样的地方还是规定相当严格的 尤其是作为雇主,如果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输掉官司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重复一个以前有讲过的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最近的话有很多人被告 这个就是豁免,豁免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用照的法律,一般的法律做事 所以一般的法律情况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一个正式员工,最基本的法律是 每五个小时要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如果一个员工没有超过六个小时的话 他不需要有吃饭时间 可是他要签字,说他不要这个吃饭时间 休息时间是每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要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关于吃饭时间的话要有记录,要打卡记录 休息时间不用打卡记录 超时的话超过八个小时一天 还是超过四十个小时一个礼拜 拿一个高,拿要付一点五倍 就讲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的话一个员工他工作了十个小时 因为超过八个小时,他要两个小时的超时 如果今天的话他是二十块钱 那超过了八个小时以后,他要两个小时的超时 他就那个多两个小时的话就变成三十块 三十二,就是总共六十块的超时 如果这个员工的话,他工作了十个小时 在第六天的时候,第六天 他的超时其实不是十二个小时 他的超时是二十个小时 为什么是二十个小时呢 如果一个员工工作十个小时一天 第六天就是六十个小时了 我刚刚讲超时是每一天的超时超过八个小时 还是一个礼拜的超时超过四十个小时 哪一个高哪一个要付 六十个小时减四十是二十 二十比十二还高,是二十个小时的超时 为什么这很重要 是因为很多的老板希望他的员工变成豁免的员工 豁免的员工就不用照着一般这种法律做事 所以豁免的员工呢 不需要有加班费,不需要有吃饭休息时间 你一个月你可以付他一次,不用付他两次 那豁免的员工呢是有几种 第一个豁免的员工呢就是经理职位以上 这个豁免的部分我要解释要有最低工资乘以二 最低工资乘以二 目前的话好像是六万,好像六万五千块吧 最低工资乘以二 所以他有一个法律规定 这种的豁免的法律规定呢就是他是最低工资乘以二 他有工资的规定,他有工作内容的规定 那工作内容的规定呢第一个因素就是经理职位以上 这个经理不是只有他的职位名字 是他的职位工作内容是经理职位以上 他一定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自己自由 他想做什么都可以做,没有别人控制他 还有他要管理两个人 第二种呢,豁免的关于最低工资乘以二呢 就是这种的豁免的员工 他是有执照的,律师,会计师,医生等等的 第三是经常律师会辩论的地方 那是叫Administrator 就是高科的,就是比较权力职位比较高的 可是不是经理职位以上 可是也是算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员工 会计师是professional货名 可是如果你是个非会计师没有执照 可是你是管理财务呢? 你是管理你的bookkeeping呢? 这个的话也可以变成一个豁免的员工 那第三个的话经常征 所以这个的话,如果你有关事的话 你要比较小心,可是也让你知道说 如果你有比较高层的员工 他没有执照,他也不是经理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第三个豁免的这个列表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sales,销售 如果你今天的话你是一个内部里面的销售 临时工呢,很多华人是讲是1099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是因为临时工呢,在加州很不容易 其实你现在的话,希望你的员工变成临时工 还是你的工人也想当临时工是十分困难 为什么呢?因为加州有一个法律叫ABC 那这个ABC的话,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听了以后你就会发觉当临时工在加州是不一样 第一个这个规定呢,就是你关于这个A的部分 自由,这个临时工没有工作的时间 他随时想来,随时想走 这个的话是一个临时工的规定 第二个,他做的工作是不是跟你的公司的工作 有相关还是无关?所以我开一个律师楼 今天如果一个人修我的冰箱 我今天我是修冰箱的吗?不是 所以今天的话,我叫外人进来,他是临时工 可是如果今天的话,你是做卡车公司 然后你请一个临时工进来 这个临时工的话,如果他为你开卡车 你觉得他是临时工吗?很多的案例是讲不是临时工 第三,我们要讲说这个工人的话 这个临时工的工人,他是不是经常为别人做事 所以不是只有为你做啊 因为今天临时工,他没有 他可以广泛的去为谁做事 如果他是单独为你做事的话 那这个ABC的话就表示说他是一个正式员工 你的ABC,你三个都要打到,他才是一个正式员工 如果你打不到的话,那加州就讲说 如果是有正义的话,他就是一个正式员工 不是临时工,所以这是我想讲的 你要记得,我们今天的话 加州很富有 如果加州是一个国家,我们是第五最好的国家 可是如果你有诉讼的话,特别我们的法律 我们是站在雇员这边 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的话,你都会输 输得都输得很惨 加州的劳工法是,如果你今天的话你输了 然后你是一个雇主,你要付全部的雇员的费用 可是今天如果雇员输了,不见得还需要付你的费用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要特别小心为了加州拉滚吧 MING PAO CANADA